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因为涉及剧透很多东西不能说 所以我只能尽量给大家透点能说的 我们这次入住的酒店就是学员同款酒店 是的他们救助我们楼下 坐电梯的时候我还遇见过 可惜没认出来是哪个弟弟 一楼大堂还能看到他们的姻缘 酒店就在海边 对面那里就是创的录制地点海花岛 我们想象中上岛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是 我们真的不是去屠宰场吗 真的不是去坐牢吗 现在我们已经上岛了 眼前就是学员们未来会入住的宿舍 但是还没有建好我们进不去 前面就是摄影棚 同志们真的不是我们的设备问题 这里就是土黄土黄的 走在路上风一吹都感觉那个尘土往我脸上拍 回想起去年女生们的城堡 而把穷养儿子富养女贯彻到底 眼前这个是出台录制的棚 大门紧闭录之中 而我们就在旁边这个棚看反送 这几天上下班都能在这条路看见学员们 我发现不少弟弟挺会营业的 很有礼貌 看到镜头都会自觉微笑打招呼 有些学员的反应还会随着时间变化 比如张家远 他非常好笑 第一天一脸懵逼 反倒是旁边的富斯超操我们分路 第二天学会营业 知道看镜头了 第三天 过于熟练 还有魏子怨 第一天打过几次照面 第二天又见到我们 他一脸震惊表示 少明明路过和我们打了招呼 我们cue了明明的口头禅 他转身朝我们打了个问号 因为这次外国选手很多 导致游戏选手语言系统紊乱 两个中国选手迎面打招呼 其中一个反应过来 你在干嘛 聊完弟弟们的上下班状态 下面说下初舞台 初舞台连续录了三天 我的录制感受就是 第一天如坐针毡 创思好像真的要完蛋了 第二天 好像还可以 第三天 咳死我了 咳死我了 舞台实力方面 拉胯有 亮眼的也有 这一季弄成国际赛是明智选择 给枯萎的PD系列注入了一点新火力 国外学员有两位大舞单 赞多是街舞世界冠军 丽丸是SN变舞老师 感觉节目组白赚到两位免费的舞蹈老师 还有几位歌单 米卡 金发寸头帅哥 河马 很有诚意的唱了中文歌 安迪 乌克兰好声音亚军 这几位的舞台都可以热搜预定 这些外国选手个人风格很鲜明 但是成团的话风格协调蛮重要的 就看后面怎么给他们调整了 弟弟们的中文也要好好练起来呀 除此之外 紧急大响也让人印象深刻 弟弟超级超级超级可爱 群房的时候脸蛋红红的 当大家问谁最可爱的时候 所有人都指向了吉祥弟弟 一只赖飞鸟是非正式会谈的选手 赖赖讲中文毫无压力 群房的时候他吐槽 自从被收了手机 完全没有时间概念了 在宿舍敷面膜都不知道自己敷了多久 还有两位泰国选手 高清纯 尹浩宇 这队的舞台磕死我了 泰国人真的好会 国内的经验选手相比之下 没有国外多 有两个武丹 武海 是时代少年团的老师 刘宇 国风美少年 学中国56年 他有个合作舞台磕死我了 希望后期老师一刀不剪 全部放出 谢谢 哥丹张兴特弟弟 是个潜力股 林墨正常发挥 状态很放松 周柯宇 吴宇恒 张腾 这三位的舞台表现 比我预想的好一些 薛八一 胡叶涛 两位是不同类型的美 薛八一 健谈英气 胡叶涛话少腼腆 两位都是武丹 而且群房里薛八一表示 想和胡叶涛住一个宿舍 美人组合可以期待一下 还有笨蛋帅哥 甘望星 他简直是于浩然 动眼泪2.0 我非常期待他的主题曲直拍 绝对是笑点担当 讨论度很高的韩美娟 群房全程痛苦面具 他的舞台有点出乎意料 这三天录制 我们全程跟下来 真的很漫长 没想到会录那么久 就像被人摁头看一档长达10小时的节目 还不能快进 而且第一天登场的绝大多数人表现很拉垮 就是录制一小时正片5秒钟的水平 大家在反送间如坐针毡 后面逐渐焦躁 在房间里来回游走 本来以为最后一天海边真人秀侧拍 哇哦 可以吹着海风 拍拍弟弟们的唯美瞬间 结果迎来的是抓马之旅 首先是山路太颠簸 全车人尖叫声此起彼伏 真过山车 终于到达海边 却因为没到拍摄时间 我们整车媒体被关在车上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就在车里看警察叔叔满山头抓战戒 抓满一车就送出去 抓满一车就送出去 抓了好几车 非常好笑的是 工作人员还叮嘱警察 要留意树上 树上可能也有战戒 好不容易熬到侧拍时间 结果工作人员带我们爬起了山 是的 我们一队人在海边爬山 工作人员在前面伸手矫健 我们在后面十分狼狈 原来在海边拉练的不是学员们 而是我们 终于翻山越岭到山顶 那海风大到感觉要把我的发际线都吹后退了 我们旁边几位官方摄像大哥已经吹麻木了 站在山顶拍远处海边的学员们 在海风中体验了一把当战姐的感觉 唯一不同的就是不会被警察抓走 折腾到最后这段视频素材因为涉及剧透 不能用 这段抓马之旅已拍了个寂寞 结束 其实海边这段景色还是挺美的 而且我们拍到了特好玩的学员素材 等以后节目播出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再放出来吧 一开始看青创的选手对比 其实我更期待青 感觉隔壁帅哥更多而且他会搞群像 但看完创的初舞台录制 我突然对创恢复了一点点信心 当然这一感想仅限于初舞台完整原片 后续公演我不敢保证 希望我不要毒满 隔壁的青年因为疫情暂停录制 创这边会不会抢到先播优势 弯到超车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深入的 的观后感 等节目播出后再说吧 关注娃娃娃妹 娃妹在这里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